笑死 全红蝉单纯想来接姐姐回家过中秋 没想到惊动了校领导作陪 中秋节这天真是好试一桩接着一桩呀 今天咱们要聊的是咱们的大明星 全红蝉 说起她这位奥运金牌得主 那可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而在这个圆月高悬的夜晚 她竟然骑着电动车出现在校园里接自己的姐姐 这一幕简直温馨到让小编我都忍不住想掉泪呢 而且整个事情居然还引发了一场盛典 连校方领导都亲自出动了 真是超乎我的想象啊 话说那天傍晚 校园内静悄悄的 大家都准备享受团圆饭呢 就在这时 忽然听见一阵电动车的轰鸣声 是什么速度与激情的交融 仔细一看 原来是全红缠骑着她的小电动车 笑得如阳光般灿烂地驶入校园 简单又接地气的她 根本没有明星的架子 完全就是邻家女孩嘛 一时间周围的人纷纷侧目 目光都被她这位年轻冠军吸引过来了 简直就是校园中的一股清流 让人们觉得 哇 偶像也可以这么亲切 没想到的是 红缠刚刚把电动车停稳 校方领导们就像闻到了香味的小狗狗 起刷刷地跑了过来 就算是为了维护校规 也不能如此高调吧 我们的校长 主任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决定集体出动 给全红缠来个热情的迎接仪式 简直是金额级别的风神时刻 连在校园里都那么少见 而当他们走到全红缠面前时 脸上那份自豪感和喜悦 简直无法掩饰 这盛大场面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大家纷纷用手机记录这一瞬间 瞬间校园成立一个大型粉丝见面会 接下来 才是最有趣的环节 与学生和老师们的互动 全红缠一边跟同学们聊着天 一边带着阳光般的笑容 听得大家都开心得不要不要的 更有意思的是 有一位老师还开玩笑问 全红缠 你骑电动车是不是太低调了 不如咱们来辆专车 全红缠立马调皮地回应 哈哈 专车我还是留给教练吧 我喜欢这样的自由 这一句逗得全场爆笑 看来这位金牌得主 果然不愧是个幽默的小姑娘 终于等到姐姐从课堂上出来了 全红缠眼睛一亮 像小鹿一样蹦过去抱住了她 在一旁的校方领导们 看着这一温馨的画面 显得格外欣慰 仿佛看到了亲情与荣誉的结合 为了安全 校方领导们还亲自送他们到校门口 叮嘱一下 路上小心点哦 在这温暖的告别中 全红缠和姐姐 骑着电动车缓缓驶出校园 身后是挥手的师生们 场面太感人了 有种看到电影结尾的感觉 宛如回家的路一般温暖 这一幕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接送 更是社会对全红缠 这位年轻冠军的关爱与认可 在这光辉璀璨的背后 家庭情感的珍贵 和初心的宝贵 也因此得到了彰显 全红缠用自己平凡又特别的方式 告诉我们 珍惜家人与初心 比任何的荣誉都更重要 这就是全红缠 一个在奥运赛场上闪耀的冠军 也是生活中最接地气的普通女孩 真希望她能保持这样的初心 我们期待下一个中秋佳节 她还能再现温情一幕 少有的宁静 全红缠这下玩嗨了 跑海边放风筝 挖花甲 头发吹炸毛 就在前几天 人民日报发表了别再打扰全红缠这篇瑞评后 全红缠家门口终于有了难得清静 而全红缠这个假期也有了难得的自由 这不 全红缠这下玩嗨了 头发都吹得炸毛了 也晒黑了 挖贝壳 捞鱼 堆沙子 放风筝 能玩的都玩个遍 缠宝就是缠宝 就这样肆意地在海边玩耍 这松弛感没人能比 此刻没人在意 她是奥运冠军了 就是一个放假之后尽情玩耍的孩子 事情经过 全红缠是9月12日回到老家麦合镇的 本以为能够开开心心和家人过一个安静祥和的中秋节 但一语愿违 有的旅游团已经把全红缠家设为一个旅游景点 更为过分的是 全红缠24小时家门口都有人进行直播 甚至还有无人机偷拍 毫无任何的边界感 追星变得太过 另一群体利用群众的追星心理消耗全红缠 幸亏官方第一时间为全红缠解围 第二天当地就有了反应 通过设立栅栏和标志牌等硬性措施 让全红缠家门口也清静了很多了 再也没人在全红缠家门口进行直播 合唱 偷拍等情况了 对于全红缠来说 全妹在比赛中总是全力以赴 拿奖无数 放假了就该好好享受童年乐趣 毕竟还是个孩子 很难得的假期就应该让她尽情享受放松身心 家门口一没人 全红缠又变成那个阳光的小女孩 跑到金沙湾挖花甲放风筝 这样的时光对她来说超级珍贵 对此不少网友非常心疼 我们可以看到 就算今天在那里认出来缠宝的人 也都是远远拍照看她玩 都没有谁会高呼吵闹的 都不会去打扰别人的 都是理智的人 哪怕是小朋友 大家真不要再去打扰全红缠了 好不容易几年才回来一趟 就让她安静地陪陪家人 好好地休息一下 粉丝就在她背后默默支持就行 太心疼这孩子了 小小年纪就离开了家 吃了常人吃不了的苦 为国争光 请大家理性喜爱 假如是自己的闺女 大家这样的行为 自己也会很生气吧 短暂的几天 就让我们的缠宝好好休息 下次回来 又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 所有光鲜的表面 都隐藏着背后的艰辛 其实最累的是她 训练累 比赛累 回家更累 希望多点人理解她 毕竟还是个孩子 却顶着成年人的压力 本应该回家了 放松一下压力 陪家人无忧无虑地过节 陈玉希中秋节和家人游玩 四川大熊猫基地 没带保镖 穿着朴素四路人 不得不说 陈玉希相较于全红禅来说 确实是比较低调的 这或许是因为 她的人气不如全红禅那么高吧 9月16日 有网友在四川大熊猫基地 见到了跳水冠军陈玉希 原来在中秋节 陈玉希和家人一起到这里来看大熊猫了 她之前就说想去四川旅游 想去看花花 趁着中秋假期的闲暇时光 她特地远道而来以达成自己的愿望 真的非常不容易 从背后看 陈玉希的身高并不十分显眼 她的穿着打扮宛如林家女孩 清纯可爱 身着背带裤 脚蹬运动鞋 她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 完全没有运动员的样子 反而给人一种普通人的轻松自在感 这一次 陈玉希是和家人一起过来的 但是 她们是私人行程 既没有请保镖 也没有给工作人员带来困扰 更没有造成交通堵塞 与全红禅回家时的待遇相比 简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当然 全红禅之所以会变成那样 并非她的主观意愿 而是被媒体和网友推向了那个境地 不过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好 像陈玉希这样的人 自由自在 没有什么烦恼 要是成了明星 那可就必须事事小心 处处留意 一点都不轻松 就会变成了明星 就会变成了明星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